詞曲 李宗盛 男王初相遇 你硬硬笑語 眉目留長彼此回憶 聚散都相遇 相思量不易 爱命开心的永远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钟情 就请你知道我珍惜你 这能不能交进一生为你沉迷 把心交给你我愿意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钟情 就算苦河头已住你 刹满目光交进一生为你沉迷 就算胆下去 我也愿意 就算胆下去 我也愿意 他俩就是这样 他俩就是这样 不是 那个 不是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不看着你看着谁啊 傻丫头 我问你 谁让你替我挡那一剑的 那我不想让你受伤吗 我告诉你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 知道吗 从美梨能为静萱挡下那一剑 你应该看得出 美梨对静萱用情甚深 而静萱也如此关切美梨 我想她对美梨也应该情有所重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事情啊 静萱是你的至交好友 而美梨又是你最亲的表妹 她们俩郎才女貌 你在担心什么呢 这皇室的婚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可是她们俩情投意合 我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静萱都会保护美梨 给美梨幸福 我们应该祝福她们呀 不行 这事我还得找心学好好聊一聊 主子 天厅里又多加了一坛兵 嗯 让他们请宫里也多加一坛兵吧 是 这几天热得让人心慌 今年的秋老虎不可小觑哦 是啊 这几天热得让人心慌 虽然让御膳房准备了些粮品来 让皇宗母消暑纳粮 嗯 玄爷 我想让美梨搬进宫来住 一方面可以陪陪我 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教她学学宫里的礼仪 哎 这孩子没爹没娘 既然我和她投缘 我们又来自同一个蒙古部族 我看以后 让我来负起教导她的责任吧 孙儿明白 皇祖母对美梨是一片疼爱之心 此事劝由皇祖母做主吧 为了让她以后 能够顺利在后宫行走 我想帮她向皇上讨个封号 如此一来 赛家在天之灵也得到安慰了 也好 那 孙儿就封她为和朔阁阁吧 嗯 娘娘极笑 自驾姐妹不必多离 都起了吧 谢娘娘 她叫她 不如既然自驾姐姐 她不认真 你赶紧 你还是她知道 心安 你真想着我 这儿 多年 还能想着Вот 我的伯父 向娘娘学习 本宫尚待学习 力有未待 娘娘忒签了 家父说了 在所有的后宫嫔妃当中 属您最具有母仪天下的风范 以后娘娘要多加指点 才能异常心愿 皇族官宦之家 本来就应该相互学习 彼此易尽 欢迎你以后来后宫走动走动啊 谢娘娘 主子 美丽公主 虽说是天真烂漫 可初来乍到 主子就如此宠爱她 无功行赏 这奴婢担心公主她 会不会视宠而骄啊 不会 美丽她虽然说话做事 有时候鲁莽 但她绝对是个善良的好人 不认识她 我看了一辈子的人 对美丽 我绝对不会看错 可是 这宫里头 很多的阁阁都瞧她不顺眼呢 主子是如此喜爱她 这岂不是更引人嫉妒吗 那也是没法的事儿 女孩家嘛 总是心眼小 会妒忌 但是美丽她 无情无故的 我不对她多张罗一些 还有谁为她操心呢 玉如啊 你跟我进宫很多年 世态人生也看得不少 你要多教她一点 帮她度过宫中的生活 别让她被人欺负了 是 奴婢知道了 嗯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博尔基吉特美丽 聪慧灵巧 助寿有功 特封和朔格格 准于后宫行走 钦此 谢主隆恩 起来吧 多谢德公公 有劳德公公了 哪里哪里 恭喜公主尽封和朔格格 我还得回宫复命 少赔了 各位大人格格 少赔了 德公公慢走 怎么样子晴姐姐 你教我的礼仪 我全都记住了 没有让你这个老师丢脸吧 你最聪明了 美丽啊 这可是皇上特殊的恩宠 封你为格格 这从此以后 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 一定要懂得宫里的规矩 千万不要再胡闹 尤其是在后宫 人多事杂 你的脾气可要收敛收敛 什么叫我胡闯瞎闹 我哪里胡闯瞎闹了 你放心吧 宫里再多再凡的规矩 有子晴姐家 我全部都学得会 对了 清轩哥哥 你一定会帮我的 对不对 肯定会 小顺子 你说扎木朗的千金 主动跑来向我示好 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 多一个朋友 总比多一个敌人强吧 再这说来 扎木朗大人 眼下正是皇上跟前的红人 将来是比权力更大 娘娘今天您帮了她的女儿 还怕她日后 我不投桃报李吗 靖轩从小就不喜欢我 如今又仗着皇上信任她 对我有失尊重 如果我帮助肃营 成为沁王福晋 不用既往靖轩将来对我说好话 只要不在背后说三道四 那就对我受用无穷了 是啊 肃营小姐主动示好 总比那个美离哥哥 更能为娘娘所用 对娘娘您是有利的 嗯 我相信只要我帮了扎木朗妇女 日后对我的丰厚之路 必有所帮助 或许给你 对娘娘 task 季轩 我知道你和美离彼此都中议 但是你们俩个性不合 反正我不管你怎么想 你不能喜欢美丽 为什么 你个性倔强 自尊心又强 你需要的是一个温柔婉约 能纵容你的福建 可美丽不是 美丽她个性也十分倔强 又是一个认死里的人 她一旦爱上一个人的话 又没有结果 她是接受不了这个打击的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了 你额娘重义的是素颖 你和美丽怎么能有结果呢 那我说 那你得让我喜欢素颖啊 你额娘能同意你娶美丽吗 那不是怎么知道呢 那这感情能是吗 承意 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伤害美丽的 那 美丽 准备好了吗 嗯 那我开始了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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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哪 哥哥 哥哥没事吧 没事吧 哎呀 你膝盖要放松一点 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这根本就没法走嘛 帽子这样 你看鞋子这么高 挂个这个怎么走嘛 根本就没法走嘛 哦 可是哥哥 你要入宫寇写老祖宗 就是要穿大礼服啊 是啊 哥哥 咱得入乡随俗啊 人家那么多哥哥穿旗装 穿花瓶底下都好好的 咱们不如他们吗 人家穿得咱就穿不得 我有说我穿不得吗 我只不过说不舒服而已嘛 美丽 这个鞋子 确实上脚有一些不习惯 可是慢慢地穿习惯就好了 嗯 咱们继续 小心点 哎 好 没问题啊 哎 哎 慢慢来 慢慢走啊 哎 慢点儿 哎 小心点儿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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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лей суп 走 哎 哎 dej 哎 Danish 哎 哎 哎 别扶 让她自己来 别扶 聪儿啊 让她自己来 好 美丽拜见老祖宗 老祖宗吉祥 老祖宗吉祥 起来吧 谢老祖宗 老祖宗 这是臣妾特地为您准备的双喜俘虏膏 让您当茶点 请老祖宗尝尝 金贵妃确实是用心了 皇上日礼万机 恐有疏忽 臣妾礼当替皇上孝敬老祖宗啊 美丽阁阁在外面候见 美丽来了 快训 快训 宣美丽阁阁入宫敬见 老祖宗吉祥 谢老祖宗恩典 封美丽为和射阁阁 老祖宗吉祥 你这么快就学会了穿骑鞋了 我还担心你会摔跤呢 只要我肯学啊 我什么都学都会的 这孩子 这孩子跟我当年一样的好强 只要你继续坚持 相信你会很快适应宫中生活的 老祖宗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孩子 你尝尝这糕点 这可是靳贵妃对哀家的一片孝心 谢老祖宗 好吃吗 很好吃 好 那这一盘都赏给你 当做奖励 真的 谢老祖宗 来 来 来 谢庆贵妃 格格这么说就见外了 你要是想吃啊 姐姐都给你做几分 让你解解馋 好好吃 素莹 来 过来 扎穆朗夫人 你真是叫你有方啊 叫得孩子这么懂规矩 是太夫妻您不嫌弃 能够得到太夫妻的垂暗 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真是过奖了 有素莹常来府里陪我 我这日子啊 过得也有滋味了 太夫妻您对素莹疼爱有加 素莹无以回报 只希望能多陪陪太夫妻您 好 好 亲王爷请下 感谢亲王爷约我们过府听戏 我和素莹倍感荣幸 额娘 西班的事都已经准备妥当 就等着您为他们敲锣开场了 那就一块去吧 额娘 您先去 我想跟素莹单独聊聊 哦 好啊 好 好好好 年轻人多聊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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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你陪我额娘打发了不少时间 让我额娘不至于感到无聊 谢谢你 王爷不用客气 太福晋跟宿营投缘 宿营又承蒙太福晋不嫌弃 能陪着她老人家 也是宿营的 有一句话我放在心里很久了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太福晋已把宿营当成一家人 有些话王爷但说无妨 好 宿营 我额娘她没有女儿 我能有公务在身 也没有时间陪她 我觉得有你跟她作伴挺好的 所以呢我有一个想法 希望我额娘能收你做干女儿 这样也能成绝我 一直以来对你的兄弟之情 你看意下如何 好 好 宿营 宿营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小姐 小姐她一个人哭着先跑走了 什么 可恶 娘娘息怒 我费了半天即拔起老祖宗 老祖宗一口被尝到全都进了她嘴了 娘娘 你说 这美丽为什么一进进就能收封哥哥呀 娘娘 她不是长得像老祖宗年轻的时候 老祖宗宠他吗 这才更可恨哪 我姐姐她因为长得像死去的皇后 皇上就对她另眼相看 我呢 为什么每个人都能不劳而获 而我费尽心思想登上后卫 却不得其功 这是为什么呀 奴才想 娘娘必能达成心愿的 达成心愿 达成心愿 圣家 是为了跟我姐姐不期而遇 如果有一天 我姐姐不再来看我 皇上 还会到我这义昆宫来吗 小顺子 我得在这空空的宫围里 看着自己年华老去 到最后只是一场空吗 娘娘放心 小顺子会一直陪着您的 娘娘 带上我 我要不带上这床 贵妃朝珠 我还是贵妃吗 娘娘不用忧心 您在少顺子心里 永远是最高贵 最美的娘娘 我不服气 我根本不知道亲王爷 他到底嫌弃我什么 对我说什么 对我只有兄妹之情 庆王爷也真是的 和咱家苏莹说话 这么直白不客气的 欺人太深了 苏莹 庆王爷虽说对你 只是兄妹之情 却并不代表 他对你完全没有情意 你不要轻言放弃啊 我当然不会轻言放弃了 从小到大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都不会轻言放弃 包括感情也是 我绝对不会说给美丽哥哥的 说得好 说得对 不要轻易言败 你不是还有太附近做靠山吗 你在他身上多加点劲 苏莹 你可不要以为 我们是想让你攀龙附凤 我们是想让你嫁得好 如果将来嫁进庆王府 当上庆王福尽 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我和你阿妈 这样才能放心啊 我明白 额娘 太附近 太附近 这边请 我们家小姐的房间 就在这边 太附近来了 过来过来 哭 素颖啊 娘知道你委屈 您就别哭了 请 素颖 你就别哭了 娘知道你委屈 好了好了 素颖 别哭了 娘知道你委屈 太附近急 太附近急 行了 免了免了 怎么了 景轩又欺负你了 太附近啊 您可得为我们家素颖 主持公道啊 我们家素颖 虽然比不上格格们尊贵 可他怎么说 也是个大家闺秀啊 亲王爷 您摆着拒绝了他 这要是传了出去 您说 你让我们的脸往哪儿割呀 姑娘 不怪亲王爷 怪女儿不好 是女儿高盼不起 自取其辱 不自量力 快别这么说了 你要这样说呀 我心里都难过了 好了 只怪我没本事 叫子无方 让亲王这样盛气凌人 你放心 不管他心里愿意不愿意 在我心里呀 你就是我的儿媳妇 他心里装着谁 我管不着 不过除了你 他谁也别想进我 庆王府的门 知道吗 行了 你放心吧 你们两个的事情啊 就包在我身上 不过啊 以后 你可要多来庆王府 多陪陪我啊 知道吗 行了行了 别那么委屈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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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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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啊 大大大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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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哎 哎 哎 这边这边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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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只带的 小云 小云 吓死我了 这石头太松了 我们过去玩吧 好啊 小云 美丽 美丽 你没什么事吧 没事 那要不跟我们一起玩铺蝴蝶 好啊 好啊 等一下 来 走 快点好快点好 快点好啊 快点好 来呀 快点好 快点好 可以了 这边真好 抓到了这边 夭蛋好 吃得了 苏盈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扭了一下 哎 我的扇子 你都扭成这样了 你还管什么扇子呀 我去帮你捡啊 那谢谢你了 美丽 这谁的扇子啊 这谁的扇子啊 叶嬷嬷 是苏盈的扇子给我吧 给 救我 救命啊 救...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全世界都死亡了 你怎么干呀 救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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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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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下去了 魅力 魅力 救命啊 我不会游到 救命啊 你根本不会游 你下去干什么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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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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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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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王爷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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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丫头 你不会拥有你跳下去干什么 我 我要救人 来 坐起来 跑了 我 我看你 我看你走路都不行了 我肯定不行了 怎 怎么办 我送你回去呗 来 美丽怎么样了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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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 你们看见了吗 这是我表哥 是的 还难受吗 谢谢你救了我 靖萱哥哥 你答应我 以后别再那么冲动了 多让人担心呢 你放我下来吧 我没事了 我不放 谁知道我放你下来之后 又做出什么傻事来的 其实我也想下去救人的 可是我真的不灰水 都怪我不好 都是因为我那把扇子才 素莹 不要怪自己了 现在都没事了 你别再责怪自己了 我真没想到 美丽会去救玉嬷嬷 是啊 我也没想到 美丽真的像老祖宗说得那么善良 想不到她为了救人 连命都不要了 是啊 如果是我 我肯定不敢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 娘娘吉祥 免礼 你们在这七嘴八舌 慌慌张张怎么了 刚才玉嬷嬷掉到池塘里 差点淹死了 那人怎么样啊 就是刚才嘛 玉嬷嬷掉到水里 美丽想去救她 你怎么能救一救 你pper一想去救她 怎么样啊 好一点没有啊 主子 奴婢要同主子认错 你错从何来啊 过去主子对美丽哥哥的种种赞美 奴婢都不以为然 经过这次的危难 我才了解到 美离格格的善良 是不是啊 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美离 主子看人甚准 我这双眼睛 就是不及主子的明亮 倒是靖萱的举动 出乎我意料之外 平时她对格格们 从来没有另眼相看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抱着美离离开 难道靖萱对美离 有了感情吗 看来美离格格 真的是个好人 当然了 老祖宗喜欢的人 能是坏人吗 娘娘 这有些人特别会耍苦肉计 以博得好感 娘娘您可千万要小心 别被讨巧的外表给蒙蔽了 是啊 我倒忘了郁嬷嬷 是老祖宗身边的红人 只要讨好了她 老祖宗肯定会另眼对待 难怪老祖宗把美离 往心窝子里疼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 原来是这样 不是不是 美离也不至于这样 就把性命打上了 除非她是想独占 老祖宗的宠爱 否则也不值啊 倘若能得到老祖宗的独宠 这受再多的苦 也是值得的呀 娘娘 如果真是这样 你们这些格格呀 还不如一个刚进京的 土丫头呢 娘娘 美离不是你们所想的那种人 你以后不要在外人面前 跟我公开场反调 你误会美离了 我相信她这一切 都是出自于真心 极致救人 你又提她帮枪 大宋的第一天进宫期 就忙着抢风斗 踢剑子 剑老祖宗 还对着靖萱眉来眼去的 不知羞耻 妹妹 你不要这么说她 我觉得这一切 都是你对她的偏见 你为什么老是觉得 我对她有偏见呢 我只是想让你 凡事都往好的地方想 美离 姐 她现在看似有老祖宗宠护着 依她的性格 她肯定是个闯祸精 将来还不知道要闯出 什么天大的事情来 我警告你 你最好跟她保持距离 别以为她是诚意的表妹 就把咱们霍王府给搭了进去 不会的 美离她这个人心地善良 只要你敞开心胸去接触她 你就会发现的 不需要 我跟她方锐元凿 不兼容 你怎么就不能跟她做朋友呢 你怎么老帮她不帮我呢 我才是你的亲妹妹 我 其实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行了 姐姐 请回吧 不像话 成何体统 原先大家都被美离给骗了 都以为她是好心相救 后来才知道 她是为了巴结老祖宗才拼命演出的 一切都是做给老祖宗看的 连表哥都被骗了 美离她这一招 真是一件双丢 静轩救她 那是在情理之中 这毕竟男女有别呀 这宫里耳目众多 她不顾自己的名声 还要顾及庆王府的名声吧 这话要说回来了 这静轩救她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才忘了规矩 可她总该躲避才是啊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呢 就是嘛 她就一点也不懂规矩 只要有她在的地方 就有是非 她真是个扫霸心 全靠着老祖宗替她撑腰 她这个不知轻重 举致轻浮的人 真是给老祖宗丢尽了脸啊 素莹是怎么说的 她还能说什么呀 她亲眼看到表哥把美丽抱走 心里难过还强忍着 真是难为她了 你去告诉素颖 就说我一定会为她主持公道的 我说哥哥呀 往后可千万不能这么鲁莽 救人也得根据自己的能力 万一您要是有什么闪失 王爷那儿我都没法交代不是 那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吗 不是让您见死不救 而是让您量力而为 对吧 海叔 您就别再当年哥哥了 这叫好人有好报 要不是哥哥救人心切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庆王爷 有多在乎我们家哥哥呢 哦 哎呀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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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红尘远去 欢乐容颜 爱在天地间 啊今生情 来世远 心花净土一片 阿兰世远 尽可见 心意在山水间 情意在山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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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净土一片